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许多人常常宅在家 带动了家具的销售业绩 其中以床垫的销售成绩最亮眼 毕竟平均来说 每天有八个小时都要睡在床上 该如何为自己挑一张好床 我们请到床垫达人 来告诉你小诀窍 想帮自己挑张床 这里坐坐那里坐坐 测试软硬度 没想到马上被纠正 我们一来一定要先躺 而且是要全身躺好躺满 然后最好要躺五到十五分钟 出身治床液 让Chris对挑床特别有研究 想要挑张好床得把握三大重点 床垫支撑力够 舒适层包覆性跟透气性也很重要 再来就是卧室空间许可下 大挑尺寸大一点的床 别忘了刚刚说的 最重要的一定还是要躺下试一试 其实床一定是要躺嘛 所以我现在要躺一下 是是 其实 因为大部分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越贵的床越好睡 答案是错的 因为便宜的床也有可能适合 因为每个人的身形不同 我们在讲我们在睡床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要头 颈 肩 腰 臀 大腿 消腿 各部位的完全放松 搭配枕头从头到脚紧紧贴合床铺 Chris也建议真心半年就更换一次 确保卫生 一般外面在买枕头 大概都有一些材质就是要么就是鱼 要么就是泡棉 那现在有一个比较特别叫做 独立筒枕 你现在在睡的这一刻就是独立筒枕 你仔细往里面摸 你会摸到痰瓦 然后再透过我们的棉花 你要撑住 我睡我觉 我睡着 第一次在睡我你睡着 躺着室床太舒服 差点就睡着 其实一张床 分为表面车花层 再来就是结构层 大部分是乳胶与泡棉 而核心就是弹簧 因为舒适的关键 正是来自于这里 那一般我外面坊间 在买的独立筒的床间 就是2.0陷阱 那想要睡硬一点的 你可以选择2.2陷阱 或是2.4陷阱 在床垫核心层中 摆入一个个弹簧 透过钢线多点支撑起人体 有别于传统连结式弹簧床 独立筒弹簧成为 近年消费者的最爱 那可是比较早期 台湾发展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睡木板喜欢硬的 所以就发明这种叫 连结式弹簧 就是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 就是它互相影响 是是 那好处是它很硬 可是坏处就是你动了 旁边都感觉到 而且它会非常硬 没有一个弹性 那后来就有发明所谓的独立筒 就会有回弹 一天二十四小时 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时间 得躺在床上 为了推广睡个好觉 Chris Remark 两个大男生 新手推广MIT床具 还突发奇想 跨界与咖啡馆合作 让人躺在咖啡床上 却一点也不怕睡不着 那这个布呢 它本身就是用咖啡纱线 跟天丝去合成的 一块咖啡渣的环保布 透过更换表层布料 提供不同的睡眠感受 挑张适合自己的床具 好好睡一觉 让明天更精神异异 记者选方面高培藤 台北报道 推广G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